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预示着新西兰的冬天彻底到来了 6月7月8月90月份差不多春天就要来了 然后现在取暖的话我们家是靠电暖器 然后邻居的话他们家烧柴我知道他们家有壁炉 他们家好像没有 没有壁炉的话就是靠电暖器或者空调 然后有壁炉的话就会买一堆柴然后烧柴 这就是西西兰的冬天如何取暖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工地了 这工地呢在砌砖 隔壁砖都砌完了 上回来看的时候还是刚进股价呢 我们这个砖砌砌了一多半 电箱 走啊 我没有违章了吗 没违章你咋 怎么像那是吗 有违章拍摄呢 好冷哥 你穿这么少不冷啊 还行吧我觉得今天 早上起来还行 比昨天强多了 我车都冻上了 我也是 这呢 这摄像机 打个招呼 这好喝那儿 这什么喝是吧 这 哈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对 谢谢 谢谢 节目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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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肉串 肉串 刷ARI 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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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久, 放在哪裡 放在我身邊, 放在那裡 放在我身邊的地方 放在你身邊 放在你身邊 放在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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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停电瓶以后看这它稍微差一点 这底下也是一样 以后稍微进了一个 现在我就要调这个 OK 好 调这个调 电这个的时候 要看这个缝是吧 四个缝 三四个缝就可以了 您说这个矿之间三四个缝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个缝 就是它这个叫涂油 上漆是吧 对对对 上漆的时候还要厚一点 所以咱们算完涂油以后 大概给它算完事以后两个半左右 太紧了 如果热让冷缩有可能会蹭 哦对还要留个三色缝 对对对 装门先钉一边 然后在盒上看一看上下的缝 然后再看一看这边的缝是不是平均 平均完之后就可以 所以这边垫上垫片 咚咚咚叮上 喝水吧 喝水 来给个表情包 别告诉我那个什么打脸 不是 好的想一个 现在你就录我都不好意思 别闹啊别闹 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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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给我拿一张钱 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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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不得 使不得 你看你玩飞机它有什么过来后感 我觉得玩的那天确实挺好玩的 就是我这个动作有点 确实显得有点没有见过太大的事 对对对 所以还是希望王师傅以后多带我见您市 别别别 拿枣弯 拿枣弯 那你倒是给我呀 你倒是给我呀 别光说呀 是吧 拿枣弯当然可以了 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巨大的农场这个地 进度也蛮快的 它的屋顶已经上去了 但是这个不是那种 之前给大家看的传统的铁皮 它是这种有点像瓦 但又不是瓦 它是有瓦的形状 但是 也是铁皮 这是记得是吗 哦 怎么裁应该是 哎呀 它们的糖果忘记了 坐屋顶的人呢 屋顶他们已经坐完已经撤了 带大家上去看一看 这么一看长得非常像瓦 是不是 但是 还是铁皮 然后这个瓦都是这么钉上去的 一个一个钉上去 最下面一层瓦都是 拿这个钉子钉 但它有一圈防水的橡胶 外面是铁皮 内里是这种防水布 它在客厅的好处也是 就是升高了 正常的高度在那儿 然后它做了一个 鞋的这种顶 如果喜欢瓦的朋友可以尝试这个 但是 它下雨的时候应该也会比那种传统的瓦 声音大 毕竟是铁皮的嘛 我感觉是雨滴到这上面也会有声音 它比那个纯铁皮的一片的好处 唯一的点就是可能是 这个形状 坐屋顶的roofer两个人做了一周才做完 因为它这不是一整片 它要一小片一小片往上钉嘛 所以说肯定比那种整片的浪费时间 但说实话感觉除了形状和那种一片铁皮 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都没什么太大区别吧 大家有谁懂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这个我还真就不太知道 然后这种的话应该也比较好搭理 脏了的话直接拿高达水箱上来一喷 就应该又豁然一心了 然后这农场的兔子们依然在那儿 然后那两只小马 哎呀过来看看你们 衣服还挺厚的 赶紧 穿着衣服 来给你们 冬天冷了是吧 不好过呀 大家能听到啪啪的吗 那是这个 围栏是带电的 这那是太阳能带电的 这绿的亮一下它就 它就放一下电 啪啪啪啪啪 哦那夹着呢 嘿 嘿嘿 大长腿的优势 不会被垫着 好我们的外墙砖也到了 他们家用的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红砖 外墙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这种砖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就是这个 不像我们家那个白色它是后刷的漆 然后后刷的漆的话它会那个漆随着时间啊 随着风吹日晒啊它会掉 时间长要补漆嘛 但这种就不用了 这种本身就是这颜色 哇这么看那个房子还蛮漂亮的是不是 主要是它很宽敞 地很大 很宽敞 农场的秋天也来了 哇 这是核桃树 树上是彻底没有 哎呀 壳 带大家看看这个结构吧 这边是车库 这是入户门 这入户门也挺大 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入户门进了之后分 哇 这大中午的鸡开始叫了 左边是进入客厅 这边就是房间 右边有一个卫浴 这应该是个储藏间 这个厅挺大的是不是 这客厅还蛮大的 这都是大落地窗 这客厅窗很多 这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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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客厅过来 一个小房间 这应该是个卧室 然后这是衣帽间 这是一个大的卫浴 我这个卫浴也好大 泡澡的浴缸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对称的卧室 一个衣帽间 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卫浴 然后大客厅的这边呢 是一个厨房 它厨房是在这边 这一部分都是厨房 然后这边也可以过来 这边过来就到这边了 就是刚才入户门 右手边一个卫浴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间 这个储藏间也有点大 这边是一个书房 这是个书房 有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 这边应该是主卧 这边应该是主卧 窗里也蛮大的 一个大窗 一个小窗 一个小窗 这也是主卧的卫浴 也有一个大浴缸 然后这边就进到车库 它这个车库也蛮多窗户的 正常车库没有窗户 但是它这个有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窗户 然后这个是车库的后门 这是车库的正的大门 然后这个是车库的后面的小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浴 这车库可以并排停两辆车 然后那儿可以停一辆后挂车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结构 感觉不了解房子结构的人 第一次来可能会迷路 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啊 啊 啊 刷备 我们的Building Paper已经 上完了 下一步开窗 这种大落地窗 现在得给它开出 继续 这Bilding paper开完窗之后 就要为上窗户做准备 做防水 就像这种Bilding paper贴不到的地方 给它做好防水 大家都说新房的保温效果很好 确实是盖了新房之后 就会发现很多的科技 就是保温啊 然后防潮的科技都还是蛮棒的 老房子的话 当时在建它的时候 它的防水隔热的科技 没有现在这么好 所以说老房子的话 就会随着老房子 相对于新房子的话 就没有那么暖和 当然建筑这个科学依然在进步 相信未来它这个标准会越来越高 然后房子会越来越暖和 搞定 脚手架公司的来了 然后因为我们脚手架用完了嘛 一层 脚手架用完了就可以直接拆掉了 脚手架用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